四生饭独家致歉杨坤 我不是粉丝 以为杨坤在家财侠所近日 杨坤连发五条微博指责私生饭 侵犯自己隐私 并爆出该女粉丝 请所将俏自家门锁的监控录像 引发舆论讨论 8月31日 俏所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 腾讯娱乐记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 见到了当事人温郡如 当日锁还没撬开 在手机上看到监控录像的杨坤 就立刻报警 随即他被警察拘留 第二天回到位于杨坤家楼上的家时 发现房东更换了门锁 拒绝续租 他只得拿了几件衣服 住到了酒店里 而且 由于小区保安 租房中介已经把他的试剂 和照片群发 导致他现在连租房都成了问题 不过不同于网友猜测的有精神问题 温韵如自为清晰 与其表情均很平和 面对镜头 他为侵犯杨坤隐私而向其道歉 秉承自己根本不懂自生犯是什么意思 也从来不是杨坤的粉丝 只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个人 后来朋友提醒他才发现自己所作所为就是粉丝做的事 温韵如本人也有朋友给他看过当年杨丽娟追刘德华的报道 但他认为自己不是杨丽娟 我喜欢杨坤是不求回报的 我知道我自己付出了就行 不需要他也喜欢我 对于翘索行为 温韵如称 他当时认为杨坤在家 只是不英文在考验他的诚意 而且 为了见杨坤一面 他也愿意冒进派出所的风险 意外成为邻居 加了微信又 北拉黑在温韵如的讲述中 我们拼凑出了世界的全貌 2015年 温韵如搬进杨坤所住的小区 后因种种原因搬进同一小区的另一栋楼 开始常常在小区 电梯里偶遇杨坤 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了 小时候听过他的歌的一个歌手的邻居 几次见面 礼貌性打招呼之后 温韵如觉得这位歌手没有架子 伴人和善 开始喜欢他 并加了他的微信 这是2017年5月的事 随后 温韵如便开始了 追星历程 给他发很多微信 去车库找他的车 并将信件和小零食放在车下 在自己床头贴上杨坤说法字 并拍照塞到杨坤家门缝里 常常去敲杨坤家的门 甚至曾经冲了64个气球放在他家门口 床头写着杨坤的说法 温韵如称杨坤并未对这些事情给出回应 虽然加了微信 但可能就因为我是个邻居 杨坤从未回复过他的微信 并且在他开始敲他家门后将其拉黑 放在车下的信件和小零食会被拿走 但温韵如觉得那是出于对粉丝的礼貌 小妹也从来没有应过 送给杨坤的零食 但温韵如觉得 有时候他敲门 杨坤是在家里面的 但故意不应门 就像一个考验 我能为他做多少 有一件事印证了他的猜想 原本杨坤的摩托车上 贴着一张写着请勿打扰的纸牌 他把信件都压在纸牌下面 突然有一天纸牌下面 多了一个纸袋子 他觉得这是杨坤和他之间的 小游戏 他让我把信放在纸袋子里 以为杨坤在家才撬锁 脑子晕掉了 撬锁事件就是在这种小游戏的 心态下发生的 据温韵如陈述 8月25日上午 他看到有人在杨坤家门上 安装监控 原因可能是22日 23日他连续两天敲杨坤家门 又从粉丝群得知杨坤 在这天晚上有行程 于是从下午2点开始 他就坐在龙道里 等待杨坤出门 等了一两个小时 他突然想 为什么要在这 而啥等呢 为什么喜欢他不能勇敢表示呢 说不定他就在门里面 喝着小酒 开着手机 看着监控录像 考验我什么时候行动呢 况且 只要杨坤在家 看着监控 他撬门而入就不算违法 而且为了见杨坤一面 他也愿意冒进派出所的风险 温润如个人微博上发的本人照片 于是温润如在网上找了三个开索师傅 对前两个 他称钥匙丢了 家里有人但不给他开门 要往一个小游戏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均被师傅拒绝 对第三个 他学聪明了 只说钥匙丢了 要撬锁 师傅没有怀疑 开始工作 谁之锁还没撬开 警察就来了 如今回忆起来 温润如觉得自己当时的想法很离谱 他觉得 一定是之前跟着杨坤的行程 深圳 新疆 内蒙 北京连着飞 12天没睡个好觉 脑子晕掉了 要是能重来 我肯定不会那样做 至少先让自己睡个好觉再决定 不想吵 做 还会继续喜欢杨坤温孕如 再三强调 翘所是一个混了头的决定 自己并不是一个疯狂的粉丝 也绝不想红 我们练瑜伽的人 不会有这种复杂的心思 他说 但是在镜头一开之后 目前 温孕如运营着一个瑜伽 相关的微信号 腾讯娱乐记者问他 是否想借这件事 为自己的瑜伽工作室炒作 他坚决否认 我连工作室都没有 正式采访前 他特意要求记者 不要提及他的职业身份 避免炒作嫌疑 还试图删除微博ID上显示的 与瑜伽相关的工作信息 但因技术原因没有删成 有的是比改微博ID 更重要的问题 比如怎么顶着这个恶名 去租个房子 有个住处 同时 因为被杨坤公开了照片和视频 他现在觉得走在路上 都有人指指点点 朋友们已经不接他的电话 去好友家做客 朋友的女儿指着我的鼻子骂 但对此 温孕如毫无怨言 毕竟我侵犯了人家 我的隐私 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 而且 我一直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要是换了别人 不知道要怎么对我呢 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他的 随后 腾信娱乐旧思深范的自尘 向杨坤经纪人求证 对方却表示全是编造 不想帮恶人炒作 运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竟马合照韩剑 运化了月光演员 朴宝剑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 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易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 一个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鲜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台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讯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炼我做准备 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衣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云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码合照韩剧 云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易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 一个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鲜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台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讯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炼我做准备 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衣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云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码合照韩剧 云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易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 一个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鲜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台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讯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炼我做准备 之前这次 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衣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有点好动作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